上面这种写法是怎么样呢,我看X 上面这种写法是什么,不呼叫函数的写法 下面的写法一行是呼叫函数的写法 所以如果说将来你想要把程式精简一点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可以把上面的写到什么,写到module里面 然后以后用什么呼叫的方式就比较简单了 两种方式我想这个是不呼叫函数的方法做出结果 那这个是什么呼叫,当然呼叫的方法当然相对的比较简单一点点 另外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一个不要放这里 我可不可以把它剪下来,然后呢放在这一个的下方 这边的下方,特别注意哦,你可以把它剪下来放这边 是没有错,那如果说你将来假如说你从这边要呼叫他OK 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把module剪过来的对不对 那module里面没有的话,那以后别的表单也就呼叫不到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说,你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要插入什么呢,全部里面的标准函数也会找不到 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是放在那个表单里面的话 只有表单可以用哦,别人用就找不到了 那如果说你要共用的话,也就是说呢将来你可能会有很多支表单 那很多个表单都要存取这个模组的话,那你就把它写在模组里面 OK,所以一般哦,我们程式如果是共用的话 通常会把它放在模组里面呼叫 那以后如果说你要存取的话,一般就是说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呼叫 那另外还有一个模组里面,我怎么知道模组里面有多少的方向或者是方法 其实可以从那个右上角这边有没有,可以去下拉清单 那以后如果你很多要管理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管理 其实就一目了然嘛,里面有哪一些这个方法 哪些sub哪一些函数,一看就知道有几个了 因为有时候将来其实会写,一直写下去 可能有几千行上万行都可以 那里面模组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都有可能 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管理,甚至你把它分类嘛 再插入一个新的模组,再放不一样的东西 那还有就是说呢,如果我将来按确定之后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就两种方法 第一个,那刚刚第一个讲完之后的话,再来第二个 同学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说,那如果我将来启动的时候 我不可能直接按这边,有没有,直接按这边启动 那以后user怎么启动 你想说,你跟他讲说,你打开V,那个什么 开发人员,然后进到里面,他可能应该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你需要给他一个按钮,去把它叫出来 所以怎么启动表,我想在那个入门课有大概提过啦 你要启动它的话,特别注意啊,请你第一个 在模组里面怎么样,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因为你需要一个程序,去启动那个表单 那名称的话,也许我们叫做 给他一个名称吧,叫做启动表单好了 这边假设叫做,一般我习惯是这样,启动表单 阿尔 阿尔 阿尔